十三先生帮我长长眼 这是我犹豫了好几天才下居心 买的明朝青花瓷 两千万 你看看值不值这个价格 十三先生 你这是干什么 这可是青花瓷啊 两千万啊 我在避免你丢人 这青花瓷是假的 什么假的 这不可能吧 这青花瓷真假掺杂 其中有三分之一材料是真的 另外三分之二则是后人仿造 然后利用拼接的手法 重新烧造而成 换句话说 它们是一个拆成三个 赚三分钱 如果烧制的好 激进可以以假乱真 从外表看不会有什么破绽 但青花瓷摔袭之后 破绽就变得明显了 你看看这些碎片 能从内部看出搏击痕迹 它算不上明朝官瑶 它也不止两千万 称死两千块 王八蛋 连我也骗 我可是你们这里的老顾客呀 老子再也不来这里了 你们这是黑店 连地摊都不如 往事古玩套路 玩得这么深 半真半假 一个赚三分钱 简直是唯利是图 嗓心病狂啊 小若宾你记住了 这五百万还没完 还有赵小姐那几个想头 哪天再遇见了 我再找你们要 这下我们汪氏古玩 算是完了 黄三重 我要你对付一个人 林薇叶十三 是唐家的上门女婿 在金芝林工作 好的赵小姐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爽 太爽了 十三哥 你以后就是我大哥了 有什么事知一声 小弟保证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刚刚看到萧若冰和赵自棋 那吃别的嘴脸 我真是全身心感觉到痛快 他以为靠个汪翘术 就能无法无天了 结果亏了二十几个亿 还把多年经营的信誉都砸了 这下汪氏古玩要关门了 一点小事 你回去要告诉你爹 聚宝盆很大概率是冲着他来的 很有可能是有人故意为之 十三哥放心 我已经告诉我爹了 还让人暗中盯着萧若冰他们 看看他最近跟谁接触 有分寸就好 你尽快处理这些玉石吧 将近一百亿的东西 捏在手里不是什么好事 行 我听十三哥的 八十个亿 这下可以在户籍面前好好装装 不好意思 今天的后发完了 看病明天请早点来 你他喵的才看病呢 给老子滚蛋 别挡路 不是看病 那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告诉你 老子今天要砸店 你们两个知不知道这是哪里 金芝林都敢跑来装 简直是找死的节奏 你是张大强 张氏集团的董事长 他是沈云峰 审视药材的邵东家 我还知道你的身份 医馆主持人 也是唐家上门女婿 叶十三 既然知道我们的身份 还不快滚 等着我来收拾你吗 哼 我叫黄三虫 黄飞虎第三子 我想知道你怎么收拾我 什么 黄三虫 黄飞虎 一共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其中两儿一女都有成就 开支散业 成为了五蒙古蛋 但第三子却不争气 整天吃喝玩乐 欺男罢女 三年前还在境外醉驾撞死过人 一度成为新闻热点 后来听说他被抓去坐牢 没想到他又回到中海了 原来是黄少 希克 有事坐下来慢慢说 今天中午我坐东 咱们来个不醉不归 鬼一边去 你们还没资格给我坐东 再急急歪歪 连你们一起收拾 小子 你不是很牛很嚣张吗 现在再牛一个我看看 我告诉你 你今天如果牛不起来 那就要完蛋大吉 我会把金之灵拆了 把你们双腿全部打断 有一个算一个 你打听这么多 怎么不打听一下昨天的事 昨天什么事 又关老子什么事 昨天也来了一伙五蒙的人 在我这里要舞杨威强血灵芝 结果一个叫黄天娇的女人 被我打包丹田 成了一个废物 还有十几个玄武馆的人 也断手断脚滚了回去 你一个臭看病的 还能打费我小师姐 吹牛能不能靠谱一点 你干脆说你是泰森好的 你要能打赢小师姐 老子今天从这里滚出去 那你就准备滚出去吧 别废话了 姓叶的 我今天就让你明白 中海是谁的中海 四叔 你来了 没想到四叔也过来了 难道是听说我今天踩人 他怕我吃亏 是给我助阵的 四叔 我踩一个不长眼的家伙 根本不需要你老人家这把牛刀 我一脚就能让他万劫不复 四叔 你这是干什么 夜神医 求你救我一命吧 这怎么可能 四叔 你干嘛给一个废物下跪啊 你叫谁废物 你再叫一句试试 信不信 我打断你两条腿 夜神医 昨天是我们不对 不该对你耍独猫 更不该抢你的雪灵芝 你大人大量 帮我一把吧 你徒子徒孙被我打伤 不恨我吗 不恨 我还要感谢夜神医 杀杀他们的威风 不至于胡作非为 那你女儿黄天娇 被我打费丹田 现在成为了一个废人 你也不恨了吗 但也施然了 她性子骄纵为人刁满 虽然身怀武艺 但未尝试好事 如果哪天遇见高手 可能连脑袋都没了 特么的 没想到夜十三针 打伤了玄武馆的人 还废了黄天娇 以四叔的脾气 肯定要废了夜十三 怎么现在会如此被攻屈膝 我落你这么大的面子 今天还让你下跪求我 你也不恨吗 是我就有自取 我也恨不起 放眼天下 只有夜神医能医治我 你让我怎么恨你 有这个觉悟很好 我可以帮你一把 不过帮你之前 你还需要帮我做点事 夜神医请说 去 把黄三虫的腿打断 君子报仇十年太晚了 还是当场报了比较好 做得不错 从现在起你每个月 都要来一塌金之林 只有连续真九十二个月 你才能彻底告别病根 还有把你女儿也带来 她的担钱 我帮她修复 感谢夜神医的再造之恩